为进一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于9月1日正式展开 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携家人前往伊丽莎博体育馆检测站接受核酸检测 我和家人全部我们一家四口在香港都来了 梁振英及一家人进入检测站后约10分钟即走出 他微笑表示整个过程非常流畅 首先整个城区非常流畅 而且里面这个流程的管理你怎么进去 使得要是人多的话 大家就有一个一定的距离 这个路线基本上不会有 你会碰到其他人一个方向走 流程非常畅畅 采样的时间就是几秒钟 而且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多来 梁振英表示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对于当下的香港非常必要 只要找出新冠病毒的隐形携带者 尽早进行隔离治疗 才能逐步将确诊人数清零 以尽快恢复与内地各项交往的正常化 那么现在呢 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呢 只能在香港九龙新界 这三个地区1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走动 对我们的生活生产造成的影响极大 所以要是我们能够疫情这个防空工作做好呢 我们就能够在整个祖国大地上海阔天空的走动 恢复我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这个前提呢 就是我们把社会上所有的 这个隐性的 这个待遇者找出来 隔离治疗 这个呢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他 所以这个 我们借进全民的这么一个检测呢 是很有必要的 一段时间以来 香港社会存在少数人散播谣言 制造恐慌 历毁抹黑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企图干扰并阻止香港市民参与检测 对此梁振英表示 民怨是反对派的本钱 这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政治炒作 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一个炒作 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也没有社会学上的一个根据 我跟他们呢 心里面其实希望什么呢 希望香港的疫情能够继续下去 那继续 疫情继续下去呢 使得我们民生啊 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呢 都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呢 就有民怨 有民怨呢 对他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 落这个政治本钱的一个有利因素 不做这个检测 在社会上到处走动 那么这个不是 说的严重一些 不审缺德吗 所以呢 我呼吁呢 这个反对派呢 就我们市民大众的健康这个问题上呢 不要再做政治炒作了